为了贯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于国家政策的重大指示 推动13条制度创新重点 2019年4月22号上午9点开始 第一届海南自贸区港国际消费经济论坛 在海口市香格里的大酒店 国际会议厅隆重启动 有来自大陆、美国、新加坡、印尼、马来西亚、中国、香港 中国台湾各地的学者专家参加 海口市人民政府秘书长杜新能也亲自上台致辞 肯定这场论坛对于海口市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也欢迎海内外嘉宾的到来 全国互联网金融工作委员会主任李一良表示 以国际媒体的观点来说 所谓的海南特色、中国首创 海南的各项进步是有目共睹 所以我们这一次这个新消费经济的体系 就是立足海南 面对整个的我们的大中化 要把我们宝岛的一些特色商品 走向更大的市场 走向整个内地市场 走向国际市场 我们建立这样一个平台 同时呢 我们也应该是我们这个宝岛的人民 能够享受到更多岛外的优质的商品 优质的消费品和一些先进的服务 这场国际金融经济论坛的主要目的就是希望打造海南 成为国际旅游岛在两天一夜的议程当中 学者专家都上台提出建议 要以海南独特的旅游资源落实到消费端 还举办一场迎宾晚会 推出各式各样精彩的节目表演 大家也讨论出一个共同的议题 就是消费市场不分地域 海南要结合港澳台的市场优势 要把中国南方两个宝岛 海南跟台湾的特色商品推向海外 取得更大的贸易市场 专家表示这样的目标必须与大数据结合区块链 才能加速实现 我们知道这个大数据 它本身就是一个数字经济 透过数字经济来产生我们的知识 我们的智慧 透过大智慧的建设 我们知道不管是智慧城市 智慧建设 智慧健康 智慧旅游 这些都是未来产业发展的一个大方向 我想海南在智慧旅游 智慧健康方面 有很大的一个发展 后来海南又将近20年了 那目前啊 海南省又是这个区块链啊 是最开放的一个省 海南自由贸易区 自由贸易港 针对区块链是先事先行 然后呢 要让我们把区块链的技术 运用在所有的消费上 目前海南海口市 包括交通 旅游 江东新区 公共游艇码头 都有突飞猛进的建设 也经常举办各项行销 跟体育竞赛活动 所以这场经济论坛的重点 在于落实中共中央12号文件的精神 发扬海南人一天当三天用 拼搏的工作态度 达成打造海南 成为国际旅游消费中心的工作项目 记者陈文旭 朱克明海南报导